因出生时一头粉色秀法 他从小就被培养为太子妃 只为等长大后便和皇太子成婚 但十八年后 他却被告知神域弄错了 他以为皇太子不会抛弃他 但等来的却是一句 我们解除婚约吧 上古 初代圣女和皇帝共同建设了帝国 并帮助国家走向繁荣 据说 圣女一个首饰就能让数万人的病好起来 只要一句话就能停止战争 因为这样的历史 神域称 和初代圣女一样有着神圣色彩的孩子 会成为太子妃 而西娅就是这个被神选中的女孩 她因此被迫和父母分开 在冷漠的宫中长大 能让她支撑下去的就只有皇太子的温望 她一直陪在他身边 可现在 她本想挽留她 本想祈求她 可看着她冷漠的眼神 她毅然答应解除婚约 转身离开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身边已没有侍女伺候 连仆人都这么落井下石的吗 外面传来吵闹声 她擦去眼泪 一个双马尾宫主界的女孩 闯了进来 看着她和自己一样的粉色头发 难道 你好 我就是神域的新主人 你以为呀 西娅捋了捋头发 我好像没有允许你进来 女孩不顾她的眼神 自顾自得四处张望 我只是过来看看 属于我的请殿 是什么样 还有 她拿起梳妆台上的皇冠 从现在开始 她也是我的了 宫中竟然有如此蠢笨之人 竟然还被封为圣女 真是可笑 虽然神域变了 但还没有人说 这房间马上就是你的了 西娅立声道 皇帝陛下 没有让我离开这里 我现在 仍然是皇太子的未婚妻 而你只是个 公爵家的下等丫头 来人 把她给我轰出去 看着尼维雅 大叫着挣扎被带走 西娅无力地 摊在沙发上 皇太子竟然为了 这样的女人 摒弃自己 这个代价 你要怎么偿还呢 生来就是公爵家的女儿 再加之 圣女光环 被世人所爱戴 十八年后 只因神域一句弄错了 真圣女成了冒牌货 皇太子冷漠悔婚 真圣女上门刁难 现在连公爵小姐们 也在背后奚落她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以前在我面前卑躬屈膝 现在竟敢议论我 给我滚远一点 这就是抢脑众人推吗 她愤怒地跑回房间 等待她的是忠犬阿沙 她是公爵府 安插在皇城的一笔利剑 此刻 她单膝跪地 亲吻西娅的手 主人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没错 西娅邪媒一笑 你给我去制造一个谣言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 美丽的庭院 一银发男子 正仰望天空 报告教皇大人 前圣女大人西娅 和现圣女 妮维雅宫女 双双卷入丑闻 传言称西娅宫女诈骗 并欺辱下人 逆维雅宫女绑架 并虐待贫民窟的孩子 哦 男子嘴角扬起微笑 真是有意思 这么快就开始了吗 西娅 不要急 你将会是我的 我迫不及待 和你见面了 吩咐下去 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 这边 西娅竟自收拾行李 准备回到公爵府 要整理的 其实只有那个 皇太子送的订婚戒指 她换来侍女 吩咐她把戒指交给殿下 接下来整理衣柜 忙活半天 还是决定 把和皇太子一起 定做的衣服扔掉 这时侍女回来了 她支支吾吾的说 宫女大人 皇太子殿下 要您亲自去还给她 走进接待室 昏暗的灯光 映衬着以前 每天都能看到的脸庞 西娅忘不了 昔日的美好时光 她还爱着她 可是不能原谅她 我按你的要求 来归还戒指 放在桌上了 我走了 你就这么着急离开吗 她有一丝丝生气 顺势一把拉住她 西娅一时脚下不稳 被她紧紧揽在怀里 不行 这个距离太近了 只因18年后神域改变 西娅由真圣女 成了冒牌货 连青梅竹马的皇太子 也气她如碧雨 归还订婚戒指的时候 皇太子欲言又止 可能她对她 还有几分留恋 但是不可原谅 为了自己多年的付出 她决定复仇 深夜 父亲的飞鸽传书 在火光的作用下 渐渐显现自己 此前她吩咐阿沙传播 真圣女虐待 尼维亚竟然用自己家族的荣耀 和神赐的圣女身份启示 保证绝对没有伤害过平民 轻易地平息了众母 西娅换来阿沙 要她连夜 通知父亲新一轮的计划 第二天清晨 侍从长告知西娅 回公爵家的沿路 有泥石流发生 暂时没办法离开宫中 不愧是父亲 这么快就办好了 原本想立刻离开皇城 但现在她 要在宫中多留些时日 以便搜集更多新圣女的情报 她楚楚可怜 新圣女怎能允许她 继续逗留在宫中 上次上门赶她离开 这次还听说 神殿送去的建设领地的钱 全部被她买了裙子和珠宝 如此嚣张 怎能容下自己 简直人神公愤 是从长怒到 这样的人 怎么能成为新的太子妃 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只要在这宫中一天 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大殿的门须掩着 也是西娅事先准备好的戏码 故意透露真圣女的坏话 希望宫中之人 好好散播谣言 看着手中的信件 第二波的谣言效果果然不错 现在还需要注意一方势力 那就是教皇 神域的掌控人 如果谣言只能暂时利用 普通民众的言论 那真正能动摇本质的 还是神域的掌控人 圣女是神殿的孩子 与圣女为敌 就是与神殿为敌 那边迟早会出手帮助真圣女 得提前做好准备 现在的教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想独占西娅的封批教皇 不惜用假圣女身份 把她拉下神坛 而听闻对方正在调查自己时 却又故弄玄虚地 隐藏自己的信息 她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这边的西娅 正和侍女共享下午茶时光 之前得知 新侍女是波尔图瓦家族的女儿 她有意拉拢 只因她的亲哥哥 是皇太子的辅佐官 阿泽尔提起哥哥最近忧心忡忡 皇城可能会再次与神殿为敌 说是原来神殿负责的部分 要交给皇城 西娅暗自惊恶 已经按照神域指示 封心圣女为太子妃了呀 两方怎么会产生冲突 宫女大人 你好啊 西娅陷入的思考 被细血的声音打破 原来是皇太子和真圣女尼维雅 双双降临 二人轻易地挽着胳膊 这是在示威吗 尼维雅还和之前那样不可一世 看似问候 实则挑衅 西娅仍旧不给面子 当着皇太子的面娇她做人 皇太子静静看着他们争吵 竟一言不发 让人捉摸不透 她到底在想什么 尼维雅细语撒娇 让皇太子陪自己离开 可皇太子却冷冷地支开她 尼维雅瞪了一眼西娅 无奈只能尴尬离开 温氏剩下两人 皇太子突然上前靠近 警告西娅不要再有什么决动 这些天来 她的所作所为她很清楚 西娅霸气回怼 你已经没有资格要求我了 我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会抛弃我 她愤然扔下皇太子 飘然而去 走出温氏 感觉身后有人跟踪 转身一看竟是尼维雅 她表示自己已经知道 丑闻散播的始作俑者是西娅 还借机让西娅看到她的戒指 这不是西娅退还给皇太子的订婚戒指吗 西娅心中隐隐作痛 但表面镇定自若 带别人的二手货 就那么高兴吗 我不管你有没有苦衷 牙子必报就是我的性格 气走尼维雅 阿莎从隐蔽处出现 她一直在暗中保护西娅 她带来西娅哥哥 将要从战场回来的消息 太好了 而且还有 那孩子也会回来了 手中又有了可力用的棋子 心里想着 出征的那个人马上就要回来了 西娅内心充满期待 第二天醒来 西娅惊讶的发现 自己的床上吐满了鲜花 你醒了 西娅惊讶抬头 那个本该明天回来的人 居然手捧鲜花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眼神清澈 笑容腼腆 一如三年前的样子 她就是皇太子唯一的弟子 也是皇帝的私生子 阿尔普拉多 她扑到西娅怀中 撒娇的喊着 姐姐 如此会撒娇的小奶狗 谁能受的了 西娅的思绪飘回小时候 那时候因为自己一次小小的善举 因为身份敏感 被众人孤立的小奶狗 就认准了 自己主动沾了上来 敢都赶不走 直到三年前 被皇后派去战场 阿尔普多拉 一脸幸福的享受着西娅的怀抱 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 到了可以把自己当做礼物 送给西娅的年纪 太回腰了 小狼狗 确定了西娅解除婚约后 表现得十分开心 兴致勃勃 邀请西娅共进早餐 可惜被西娅直接拒绝 不过小狼狗并不气馁 离开西娅房间后 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 赶走了小狼狗 西娅终于松了口气 此时府内的仆人 正在为不久后 给战士们准备的接风宴 坐着准备 西娅一想到 当自己这个过气的太子妃 出现在宴会上 能给皇太子和家圣女添堵 就十分兴奋 而这也是个不可多得的 打击对手的机会 不过具体该用什么办法呢 西娅召唤阿沙 阿沙带来了 从父亲那里传来的消息 贾圣女的家族 以一件丑闻 要挟了一个大商骨 给自己提供资金支持 他们家族 更是在贾圣女上位前 就和神殿有了勾结 传说大神官和贾圣女 是地下情人的关系 西娅有些怀疑 毕竟神职人员 是不许恋爱的 不过这件事 也给了西娅启发 瓦解敌人的防御 可以从内部入手 替我做件事情 去勾引卢尔泰拉小姐 在阿沙惊讶的目光中 西娅吓达了新的名 用小奶狗 明目张胆地勾引新圣女 并在她的酒中下毒 还撞破了她和大神官 不可描述之事 复仇真的太过瘾 三天前 在新圣女派来刺杀 西娅未果的 一众歹徒口中得知 皇太子和尼维亚 将会参加战士凯旬的研席 西娅便和侍女谋话宴会上 如何让尼维亚出土 当晚 西娅挽着凯旬哥哥的手路上 强大的气场 绝对不会因为 已经失去了圣女身份 有半分低威 就在尼维亚傻不呼的 和其他贵族小姐攀谈时 西娅神不知鬼不觉 将提前父亲送来的换鸟 放入她的酒杯之中 见尼维亚的脚步开始摇晃 西娅主动拉过她 在耳边挑衅 你的丑闻 都是我捏造并传播的 尼维亚本就是个火爆脾气 又在药水的加持下 忍不住口出狂言 等我当上太子妃 第一件事 就是要你跪倒在我脚下 侍女文声过来护主 却被尼维亚删了耳光 要力逐渐发挥 尼维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最后连西娅也打了 此刻化身成小绵羊的主播二人 让宴会上所有人的人 为之同情和爱恋 众人纷纷指责尼维亚的低素质 这样的泼妇 也够资格当太子妃吗 尼维亚吼道 别再演戏了 你这样做 不怕受到神的责罚吗 西娅回击 到底是我受到责罚 还是谎称是神说谎的你吗 尼维亚的脸上出现复杂的神情 让西娅更加确定 是神域有问题 尼维亚推丧倒地 西娅脚下不稳 却跌在温柔的怀抱 抬头一看见是太子殿下 尼维亚羞愧离场 皇太子却拉着西娅 把她按到墙上 我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再生事吗 她摸着她的脸 表情不是责怪而是担心 与其责怪我不如看好你的心胜 皇太子没有再说什么 只一把拉过她的手 深深意味 她到底要干什么 撇开皇太子之后 西娅独自一人去天台放风 阿莎在隐蔽处出现 给西娅带来了爆炸性的发现 喝醉后的尼维亚 竟然和大神官在亲密 你可以是我的吗 眼前的匕首沾满血迹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面 就想往往她 舞会结束后 西娅告知哥哥 阿莎带来新圣母 和大神官私风的消息 尼维亚不是什么绝世美人 也没什么过人的台诺 是什么能让大神官甘愿犯禁忌 她亲密 哥哥建议杀掉大神官 并伪造她自杀的假象 留下一书就写神御是假的 二人恋人关系 所以让她当圣母 无法承受所犯禁忌的罪恶感 所以选择了死 西娅则考虑 杀掉神职人员 会受到神的处罚 而且 神御是教皇和几个神官一起收到的 杀掉她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 先拜托哥哥 继续查大神官 和哥哥分开 西娅独自一人回警店 别动 有个身份 高贵的人要见 身后突然出现一人捂住了她的 西娅没有害怕 她甩出肥身鞋带的硫酸逼肺癌人 下一秒 则将匕首刺穿了她的肩膀 住手 一白光吸走了她的匕首 一银发男子从天而降 西娅故隽被她冰冷的气质压制地动弹 她手心闪出白光 瞬间治愈了绑架人的伤口 是我让她做的 我是神殿的主人 这就是连皇帝都无法轻易招惹的绝对权力 叫我 西娅故作镇定 您找我什么事 你可以是我的吗 我已经不是圣女了 对您能有什么价值呢 教皇的眼神恐怖 却又带着自信和傲娇 你以为神域真的改变了吗 回到请殿 侍女进来通报 皇太子召见她 殿下怎么没和您的新圣女在一起 你为什么总是提她 就不能问问我好不好吗 其实我被夺走了 你也觉得无所谓了 西娅无法遏制住心中的慕 从小到大我一直为你而活 而你却一夜之间把我抛弃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了 现在 我已经不再需要你 我不愿再让您卷入一段 自己不情愿的婚姻众 眼前的阿沙 心疼的流泪 舞会后没过几天 众多王公贵族家的小姐 就再次围绕她身边 不但送礼物 还不断恶语讨好 虽然西娅在舞会上演戏博取同情 也让尼维雅出了证 可自己已不是圣女 如此这般奉承自己 绝对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她寻找到阿沙 得知有传闻说叫皇想让西娅成为下一代的圣女 但还没有证实 这就矛盾了 在帝国中 圣女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拥有强大的神圣力 和教皇平起平坐 担忧百姓的安危 还有一层意义就是 这个职位是给教皇的伴侣的 神殿中的人不能结婚 也不能爱上别人 但教皇可 这是教皇的特权和权威的体系 这么说来的话 教皇让她嫁给她 上次见面后被她绑斗未遂 接下来又半夜偷偷地跑到她房间 她睡觉 看来教皇真的对她有什么企图 您打算怎么办 不要再把自己当成道具 我会为您献出我的生命 哥哥想带西娅离开皇宫 回家过平静的生活 可西娅决定 暂时留在皇宫 神域是否真的改变 是否有人阴谋以此为契机 打击自己家族 教皇对她如此又有什么拘心 她都要弄清楚 哥哥 过几天我可能会被绑架 皇太子不会有着我这样胡闹 请哥哥先安排人手在骑士团 这天夜里 信哥带来了母亲的密信 要她寻找记载贵族非法勾当的书 那种书中详细记载了 哪些贵族犯了受贿 或非法勾当的罪 以及如何制裁他们 甚至连皇族的罪 也会依依罗列 母亲要这些做什么呢 她捏手捏脚的钻进皇室图书馆 会不会藏在高处 她一视脚下不稳 却跌在一个温暖的怀抱 姐姐 是阿尔普拉多 四个男人缠着她不够 哥哥还抢着给她介绍新男人 阿尔普拉多帮她找到了要的书 母亲的交代也总算完成了 今早哥哥来告诉她 自己回公爵领地的计划有变 因为回家路上 属于神殿部分的领地 有了传染病 而皇城却并没有支援 西娅考虑 这可能是皇室的阴谋 皇帝想按照神谕 让尼维亚当太子妃 为帝国带来和平和安定 而西娅这么多年 被培养的政治才能 也不能轻易放掉 所以现在 对教皇想让自己当圣女的传闻 很是在意 不管怎么样 今天见到教皇 要问个清楚 得知妹妹 今天要和教皇约定见面 她将身边的最信任的人 贴身保护西娅 这位帅哥 就是第四骑士团的副团长 西伦 为什么要安排她呢 因为我感觉 她会是你喜欢的类型 二人一行来到神殿 神殿看到有皇城人 前来便拦下 谁叫神殿和皇室 向来不合呢 西娅镇定地撩开了自己的头发 神殿指手自动让开 这粉色的头发 就是实身份的证明 欢迎光临 这几天过得好吗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没错 你即将成为神殿的圣女的传闻 是我散播的 我就是想要你做我的伴侣 我能对你有什么用呢 而且 我并不是你来顺受的人 难道你甘愿做皇室的提线慕我吗 最近西娅一直推测 神殿改变是假的 是尼维亚和大神观的阴谋 但她也没有想 又成为教皇的伴侣 如果只是说这个的话 我想先走吧 等等 教皇拿出了钱在教皇的遗书 只有你能成为皇太子妃 才能带来和平安室的神殿 这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什么 不是最近神殿改变了 是从开始就是假的 那我到底为什么而活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又算什么 冷静点 如果我说 你会成为皇太子妃是假的 那你会开心吗 真正的神殿 是你会给帝国带来和平和安宁 但不是非要成为太子妃 皇帝一直以来都借用神殿 把你当做提线慕 剩下 反正婚姻对于帝国大多数的贵族来说 只是一种交易 即使不是自己该走的路 也会因为那几分钱而走上那庭 你从小被带到宫中 被迫和家人分开 被禁锢在皇宫 学习政治 皇帝残忍的希望你突破自己的能力体现 这不是利用之什么 剩下 你好像有什么误会 皇帝陛下从来没逼迫不 他看向窗外 看到那边树立的那座钟楼了吗 那是我要见到的 当时贵族们反对的声音很强烈 说我奢侈 但我只说了我想要 就让他们闭嘴了 因为我想 为了那些没有钟表的百姓 可以看到时间 而地标性建筑 也会增加观光业 收入 我确认 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宏理学习政治 帮皇室分忧 也是我自己选择的 而是我创造的意义 也是这个位置带给我 不过 剩下如此为我着想 我现在真的想到剩下元首 要报复那个复兴的女 她心里默默念叨 这个女人真的很强大 她没有埋怨别人 她的野心 不是看重权力 而是权力带来的成就 那我现在 就得守住底线 试着又混了 那么今天先到这吧 我的名字 你可以随便领 西亚出了神殿 外面已经聚集了一些 探听八卦的人 亲眼证实了 西亚确实和教皇有联系 贵族们便大欠殷勤 其他人还在祷告 你们吵吵闹闹的 像什么话 呵斥众人的来人 正是和尼维亚 有爱美关系的大神官 西亚神情自若 走出人群 代表众人道歉 却感受到 看到自己的大神官 神色紧张了起来 您和皇太子殿下的关系 怎么样了 走出神殿的西亚 被众人拉去喝下午茶 大家都在吐槽 大神官刚才训斥他们 在神殿外吵嚷 这时候 这个苍老的声音 却讽刺 他已经不是皇太子妃了 还赖在皇宫不足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皇太 看来想借此 打探他现在 和皇家的关系 太好了 正好需要这样的人 去散播信息 重新树立自己的地步 您认为 我还基于这皇太子妃的位置吗 与其那样 不如说 反而是皇太子殿下 想留住我吧 妹妹 不需要和这些人多废话 是哥哥来接他了 兄妹二人换上奇装 哥哥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哥哥为什么会那么积极地上战场 因为比起人民爱戴的英雄 我更高兴得到了那块领地 别人觉得没用 但是我知道 那是一座隐藏的宝石矿山 兄妹二人来到制作刀具的地方 哥哥本想送他一把狼身的匕首 可没想到 之前沟通好的匕首 却因为殿家诸多问题而搁置 兄妹二人走出店铺 在门口遇到一个卖花的小女孩 那孩子怎么赶过去和贵族搭话 不怕被带走吗 身边的人都在一人纷纷 西娅看那女孩脏兮兮的 但是眼神非常清晨 她温柔地买了她的花 还询问了她家里的情 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 哥哥敏锐地已经觉察到 那孩子身上有传染病 最好还是不要耗得太近 可西娅却和哥哥建议 去平民铺看看 四年前的传染病 皇太子当时决定烧掉村庄 虽然及时地遏制了瘟疫的蔓延 得到老百姓的赞扬 但实际上伤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所以这一次的瘟疫 西娅想找医生去亲自救治 兄妹二人决定 现在就平民铺看看情况 着火了 快跑啊 一区浓烟弥漫 火苗熊熊 一个女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她已经爬不动了 握住我的手 是西娅和哥哥来了 此刻 西娅和哥哥导演的好戏上场了 四年前的瘟疫 皇太子为了安抚人心 烧死涉疫村庄的所有人 她解决了疫病的根源 得到了赞扬 但肮脏和卑微的平民 却没有人为之爱 但这次西娅不忍心 在看着无辜的人惨死 她一边乔装皇太子的人 放了少许火 另一边安排医生治疗难民 并转移大家到安全的地方 这样的故事传出去之后 人们自然而然的 会拿她和皇太子比较 一个残忍一个慈悲 大家都会赞扬她高尚的品格 对皇太子产生反感 这就是皇太子毁宫的代价之一 贵族大人 白天卖花的小女孩 呼唤着西娅 眼前女孩旁边 更加瘦弱的男孩 引起了她们的注意 男孩不停的咳嗽 连指甲对紧变黑了 难道是身体会长出寄生酮 传染性很强大的波拉德里亚病 兄妹二人每天在一起 可妹妹却没有染上 这个严重的病 反显每天还能翻越高山去采花 西娅灵敏的觉得 女孩的体质奇特 在西娅的询问下 女孩告诉她 二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自己的父亲 是阿西奥拉王国的人 那是片极寒 而战争不断的土地 成年女子凌驾于男子之上 拥有着巨大身躯 和强大力量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和哥哥来我家 生活和治疗 二就是 可以在这等待医生的治疗 之后再新家生活 您没有嫌弃我哥哥脏 也买了我的花 如果能帮到您的话 我愿意去公学家 谢谢您 你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终于料理完了 涉意贫民窟的事情 兄妹终于可以松口气 可下人却突然来报 皇后殿下众毒昏倒了 什么 从小被带入皇城 培养成帝国政治傀儡的西亚 在失去圣女光环后 被皇太子无情抛弃 又被新圣女上门欺负 她不甘心 就这样默默退场 她要让皇太子 付出鬼魂的代价 在调查新圣女的过程中 发现她和神殿的大神官 有不可描述的关系 而从天而降 对她格外关心的大小皇 告诉她 神域并没有改变 皇城和神殿 一向不默 真假圣女 眼花凉落 看着她不消停的皇太子 终于对她下手 和哥哥料理完 贫民窟疫情的西亚 听到皇后中毒的消息 并没有听到 立刻回到皇城 因为 她下意识的觉得 这是为了进步 她准备的谣言 她和哥哥开心的逛街 吃饭 迟到凌晨才回到皇城 哥哥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知道是陷阱 还要装作布置进入虎穴 如果出了意外 该怎么办 西亚表示 皇帝陛下一直默不作声 而皇太子千方百计的阻止 她调查真相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必须按着对方的招数 才能把自己和家族的危险 降到最低 现在才来 静电的西亚 被阴森森的声音吓了一跳 是皇太子 我听说你去问神殿 殿下你是找人跟踪我吗 你听好 从现在开始 你是试图杀害皇后的罪人 这等污蔑 只要到了审判处一调查 就会一清二楚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受伤吗 皇太子不顾她的喊叫 把她扔到一个阴暗的房间 这里 所以你事情变得扭曲了 现在百姓怨声带道 看到皇太子抱跳如雷的样子 她觉得很恐怖 你做好自己就行了 为什么每个都说是我的错 你现在和我道歉 可以哀求留在我身边的吗 我会考虑放你 让我在你面前 放在自尊心 从鬼魂开始到现在 我有什么要和你道歉的 真是可笑 西亚如此 西伦 给我看好 妈 西伦不是哥哥的人吗 皇太子不想让西亚离开 却无意中 把她推向了教皇的怀抱 在皇太子 以污蔑西亚毒杀皇后 将她拘禁之后 西亚不甘心 就这样被诬陷 她赤裸裸的威胁西伦 你家人的性命 在我哥哥手里 想要他们活命 帮我把这两信送出去 一封信给哥哥 一封信则给了教皇 我们的约定很有效吗 教皇看到信 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准备买车 我马上去皇城 这边哥哥也收到了西亚的信 他不明白 云居倒是陷阱 西亚为什么非贼继续留在皇城 身边的老板家解释道 也许是报仇 梦想 百姓们的评价 或者是爱情 爱情 可能连小姐自己都不知道 十八年的感情 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 正在这时 侍从报告 公爵和夫人 往首都这边来了 西亚毒杀皇后 被拘谨的消息 已传得满城皆知 听闻公爵和夫人离开了领地 正往首都来 皇帝也终于有些坐不住 皇后曾是西亚的老师 二人关系一直不过 而皇后的家族 和西亚的家族 也是支撑帝国的两个重要事 如果现在这件事处理不好 很容易引起国家的动力 陛下您打算怎么办 如果神域改变了的话 我是想让他和阿尔普拉多宠婚 可皇太子目前看来 还是有点西亚 皇后虽说娘家应充 但命已尽 又能怎样了 如果皇后死了 就可以把西亚去进在皇城 也就能把公爵踩在自己 无论如何 国的皇位 不能受任何人被 陛下 皇太子求见 父亲 请您立刻放了西亚 让他回到皇城的公爵 补底休息 刚刚 他服足自杀了 原来西亚借口之开 看守的侍童 自己则将不知什么样 撒在了自己的犯态之争足心 你要明白自己的位置 既然他已经不再是圣女 也不再是皇太子在身 可你成婚的将不是他 他现在只是一颗气 为什么还要对他怜悯 你这样的心性 还如何能成为一国之君 给我退下 已经三天了 如果今天他还不醒 我就让你陪葬 皇太子斥责着眼前的医师 握着西亚的手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宁可死也不愿意带走身边 呼 西亚呼的吐了一股鲜血 然后继续昏睡过去 梦中 皇太子吻了他 等他再次清醒过来 身旁已空如一人 嘴嘴嘴 床边飞来的信哥 是哥哥送来 帮助清除体内余毒的药 信中还告诉他 皇帝已经公布 他不是毒害皇后的犯人 传言皇太子 其实不想让他出去 所以把他关起来 你在那里干什么 身后传来皇太子的声音 我明天要离开皇城 西亚说道 我用符独来表说的清白 皇帝陛下 也公开我不是罪人 所以我没有留下的理 如果你再把我诬陷成犯人 拘禁我 那你就是真的希望我死 我要是不允许 皇太子还是那么强硬 西亚这一刻 控制不了自己 压抑理解的情绪 你说订婚就订婚 你说悔婚就毁婚 我还要服从你到什么时候 他摇着他的肩膀 什么 服从我 那么 我渴望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可以拒绝 我的悔婚请求 流着眼泪也可以回头 但是你没有 我的希望 就是 无论什么情况 你都会坚定的选择我 丢掉自尊心 是那么难的事情 是你抛弃的我 殿下你为什么不放下自尊心 先问我是否想做你的太子妃呢 我从小被培训成政治目 虽然很累还想见家人 但仍然留在皇城 是因为我爱着你 真的吗 你留在皇城到今天 是因为爱我 从太子妃的位置上下来 我留了这么久 是不想放弃我们十多年的感情 可现在 我已经厌倦了 我不在意 谢谢你这段时间 让我整理了对你的感情 西娅 站住 你说爱我 为什么还要走 皇太子跑向西娅 试图拉住 西娅却抽出了鼻水 两人撕舍中 鼻手割断了西娅的粉色长发 第一次见男生扯女生头发 女生拿出刀把头发劈了 割发断情 是天意吗 皇太子手握半截长发 愣在原地 西娅回到自己房间 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下来 正好 彻底尖的头发吧 突然门外传来动静 她紧急地一下子打开门 银白的头发照亮 收到了你的信 用行动表示诚意就过来了 不喜欢吗 大叫黄来了 我不是圣女 也不是太子妃 我没什么可以给你 西娅低落道 让你白跑了一通对不起 你走吧 我不走 神说 无论是师父的灵爱还是谁 都要无微不至的付出爱 所以 你在为什么而悲伤呢 路是越抖越宽的 别再对着鼻墙 所大喊打造的神圣 相信自己 走下去 路会成为自己的路 教皇摸着西娅里 安慰道 这段时间辛苦 睡一会吧 这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当第一缕阳光 洒到床上的时候 西娅睡醒了 咦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已成了短发 睡得好吗 短头发也很适合你呢 教皇走进来 我给你剪头发 也不是什么男神 什么 你帮我剪的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教皇摸了摸她的额头 因为你多晚不让我走啊 骗人 我是神的代理人 不会撒谎 今天比起昨天感觉怎么样 还是是沉浸在悲伤的女人吗 和你老实说吧 你为了当上太子妃 努力学习的知识 是我看中的 我的神胜利 只有在相信神的时候才有信 那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说不定 有一天会对权力抬起 所以 我真的需要你 我不希望 你成为神殿的工具 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需要和我一样的 这样的话 你愿意成为我的圣母了吗 西娅被教皇的话语触动了 是的 本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家庭 不知道未来的路该 好吧 我答应你 但有个条件 我今天要去看公主在皇城的福 教皇笑道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一起去吧 确定这个约定 不关于爱情哦 我现在不相信爱情了 只相信彼此的利益 教皇微微一笑不发一言 拉过西娅的手 放了一只闪亮的匕首 在她手心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确实是很难相信 那么中午庭院前见 刷 一个银色身影 在阿尔普拉多的身前飘过 这个时间 这个男人从姐姐的房间走出来 西娅收拾好行李 又来到书房检查那本之前 和公爵家传递信息的书 里面掉下来一张纸条 我没有病 这是 皇后的字迹 对了 之前皇后知道 她偏爱这本历史书 如果皇后没有病的话 那 西娅正陷入沉思 被阿尔普拉多一声姐姐 打断 进来吧 姐姐 你的头发 嗯 挺适合你的 她红着脸 听说你中毒了 我很是担心 在你被监禁的时候 我也想帮忙 但我的力量 终究还是太弱了 阿尔普拉多 你已经不是那个 为了逃离皇城的孤独感 在我房间藏起来的孩子了 西娅摸着她的脸 你足够配得你现在的位置 她泪光闪烁 姐姐 你真的要走吗 你知道 皇城只能给皇族居住 而且现在也是我找回名誉的最好时机 那是什么意思 宫女大人 马车准备好了 叫皇的人来接她 我走了 阿尔普拉多 照顾好自己 尝写信给我 走在离开的路上 很庆幸 今天天气不错 神也会为我们的同行感到快乐 教皇和西娅并肩走的 那么 如果下雨的话 那神就是愤怒我们的约定 而流眼泪了 西娅戏谑道 不 是高兴的眼泪啊 你对所有的事 都是这样解释的吗 哈哈 我偏向于往好的地方解释 线下包袱比想象中轻松 西娅和教皇说说笑笑 分为美极了 可前方皇太子的黑脸出现在二人面前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们学的是同一本书 如果得不到 我就毁了他 你现在要是离开的话 我就杀了你 西娅和教皇正要离开皇城 被皇太子赤裸裸的威胁 哼 眼看教皇要出手 西娅忙按住他 对皇太子震慑道 让开 谁也不能阻挡我的路 二人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无视皇太子 走到皇太子身边的时候 教皇低声笑道 现在皇帝的木偶就只剩你一个了 二人走出庭院 乘坐的马车已燃起了大火 紧接着被炸成灰烬 西娅冒出冷汗 皇太子只得疯分 不用担心 教皇安慰到了 意料之中不是吗 跟我来 教皇剩下 和前太子妃坐在这样破烂的马车 还是真没想到 哈哈 匆忙间准备呢 将就一下吧 西娅的表情终于轻松了下来 窗外的阳光好满 我好奇你家人都是冲动和唐突的性格吗 我母亲是个普暴脾气 我父亲总体来说很安静 但如果涉及到家里人的事 就很明日 我觉得 他们是多情又温暖的家人 皇帝陛下找您 看着西娅的断法 还在发贷的皇太子 给传召上殿 一个人都看不住 你还能干什么 我听说西娅和神殿的人一起走 是的 贝勒 那你维养小姐回来了吗 不是在神殿上什么花招了吧 皇太子默然 我不知道 啊 皇帝扶着额头 费森泰尔阿公爵夫妇已经开始行动了 贵族们也会跟着他们的步调 我那么信任你 你去什么事情都办得乱七八糟 我现在就去把你维养小姐带回来 顺便打听下神殿为什么要带走西娅 如果这次你再失败 就不要当皇太子了 另一边 月黑风高的宫门口 一个高大的男人 被一个女人打得吐血在地 相隔多年的外出 欢迎的人应该多点才对 皇后擦着被剑到鲜血的脸 别耽搁了 快出发吧 他和一个男人踏上了马车 在爱的世界里 每对恋人都有属于他们的特别称呼 冷酷呆萌的大教皇 为了拥有他 一步步的进行他的计划 浪漫的逃亡终于落幕 他们回到西娅家族所在的京城府邸 西娅还没来得及在床上传口气 却又被大教皇的敲门声打扰 即将在民众心中成为伴侣的我们 他淡淡的开口 再叫你宫女似乎不 那叫我名字吧 西娅一个平淡的名字 从他口中说出 近似魔咒 唤醒了西娅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睡醒的清晨 他想起要为教皇准备换洗的衣服 那就先安排哥哥的衣服给他吧 早上好 他轻轻地整理着自己的领带 别说 哥哥的衣服还蛮适合他的吗 二人吃着早饭 了解着彼此饮食的喜好 不料哥哥突然归来 西娅 你终于逃出来了 哥哥的目光 在停留在那银色发丝的男人身上 穿着我的衣服 空气突然凝过 银色的头发 难道就是 西娅把哥哥拉到一边 别告诉我 你还期待爱情 哥哥的声音里有不幸的 也有警告 不会 我们只是相互利用 安抚了哥哥 西娅在书房遇到教皇 你在干什么 这里有趣的书很多 和公爵聊得还好吗 放心 哥哥相信我 只是 我还想再问你一次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胜利 教皇默然 真的不是 好吧 那作为教皇的伴侣 要做些什么呢 教皇笑着摸着他的脸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待在我身边 这个男人 又算是银色的冰冷 也掩盖不了他身上散发的力 西娅的心中泛起了涟漪 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慢慢的陷入 他的魅力之中 有人在谈恋爱 而这边有人 在被男人骂 你以为亚被皇太子的人 带回皇宫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训斥 谁叫你随意离开皇宫了 你知道 因为你我被父皇 责备的多厉害吗 啊 这新圣女 也真够悲惨 有个能干的妹妹 将要威胁到哥哥的继承人弟妹 在一间孙岸的书房中 眼前一张空白的纸 被火光照亮 但这次并没有显现任何自己 又在此时 哥哥的呼唤 转移了西娅的注意力 你真是一分钟都不让我省心 西娅自信的回应 她擅长处理政治文件 建议以后家里的文件 都可以交给她处理 哥哥半开玩笑的说 如果继续这样 自己的位置会很危险 西娅打去公爵的继承人 竟然连未婚妻都没有 建议她找个结婚对象 否则别人会误会她喜欢男性 哥哥实际上适得母胎单身 这可是公爵家最大的命 哥哥半认真地警告她 如果这个秘密泄露 自己会首先怀疑她 哥哥表露她 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只有妹妹和母亲 听了这话 西娅感到高兴 但随即好奇地问哥哥起身 要去哪里 她回答说 要去情报市场 百无聊赖的西娅 继续闲逛家里的各个角落 建教皇的房间有盛光一出 教皇跪在地上 虔诚地坐着祈祷 哦对不起 门开着所以 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教皇对她 还是一样的温人 天气越来越凉了 西娅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教皇忽然感觉到 一股不祥的气息 他让西娅近乌暖和 自己得等待危险的降临 一个黑衣人影 如幽灵般 从暗树突然出现 锋利的刀片 抵在教皇的伯克 如果杀了神职人员 将会受到神的惩罚 你不怕吗 黑衣人表示 只想逼迫她交出西娅 白日做梦 她转身以惊人的敏捷性和决断 插住了黑衣人脖子 刷刷 更多黑衣人 从天而降围住了她 可下一秒 西娅带领士兵及时赶到 将其他伏地 一往打尽 这点尽量 还能瞒过我 二人平息了来袭者 刚松了口气 就见侍女急匆匆的跑进来 少爷受了重伤 失去逆死 在毁魂和污蔑的背叛后 西娅和教皇私奔 触怒了皇室 甚至连家人 哥哥一行 疼于不惊 伤痕累累 生命垂危 西娅现在除了等待医生的到来 无计可施 现在 你该需要我的帮忙了吧 教皇来到哥哥床边 手上燃起剧烈的光芒 围绕在满是伤口的脊背 只一会 哥哥的伤口 竟然奇迹般的愈合 这就是神胜利的强大吗 我们成了伴侣 就是一家人 这点程度对我来说不算难 教皇微笑道 谢谢你 没关系 看到你的笑容 我就安心了 当时从报告医师抵达时 哥哥已经无大碍 西娅吩咐医师 去治疗其他手上的疾世 然而 因为其实 胳膊伤口中毒太深 好啊 我很高兴 你向我求助 教皇再次施展神力 他的金色圣光 不仅治愈了骑士 也令所有人对着神秘力量 惊叹不如 此时 侍女来禀报哥哥苏醒了 教皇承诺 继续照料余下的伤员 让西娅安心前往哥哥身边 教皇的柔情与力量 让西娅深感安慰 虽然还是感觉到一点疼痛 但是还是好生气 苏醒的哥哥 看起来精神不错 西娅表示 比起战场的残酷 这样的刺杀 更让人心惊 哥哥的身上 只有背部有伤口 他直觉认为 能策划这样的暗杀 只有皇太子有此努力 哥哥回忆 杀手们全部都穿着飞袍 最后抵挡不过 就全自杀了 他来皇室 对西娅这个前太子妃 和现在的教皇联手 极其不满 哥哥摸着西娅的头 不用怕 我相信你的选择 现在看来 皇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也怪不得他心很熟 在这一天的刺杀 和哥哥生死未卜的经历后 西娅疲惫不堪 深感的病 正当他陷入自责时 一个人暗住了他见面 喜欢上一个人 就是想了解对方的一切 被人捏住肩膀 西娅吓了一跳 转身后 愤怒变为惊讶 原来是教你 你这个表情 要是手里再有一把短剑 那么可能 我就丧命了 西娅称他 为什么翘无声息 教皇表示 西娅过于出神 叫了他没反 你的小脑袋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自己的无能 人都是无力的 顺气自然的见招拆招就好了 这样看来 我对剩下 年龄 外貌 成长经历 性格一无所知 只有你安慰我 我从未关怀过你 你开始好奇了吗 你叫我名字的话 我就以后慢慢都告诉你 阿斯利埃尔 西娅缓缓叫出他的名字 我父母去世了 我晕倒在神殿附近 被前任教皇捡到 抚养我长大 我也不知道我几岁 不过应该和你哥哥 皇太子差不多大吧 想成为教皇的理由是 是啊 为什么呢 叶深啊 该回房了 讨厌 干嘛突然转化话题啊 你先去睡吧 回到屋里的西娅 静止拿起一本书 教皇取下袍子给西娅 如果睡不着盖上她 会很好入睡 要不然 我哄你睡 算了 你快出去了 这边刺探情报的侍卫 报告给皇太子 教皇没有在神殿 最后出现的时候 只乘着马车往皇城方向来 负责暗杀侍卫 则报告行动失败 宫女身边有看起来 是神职人员的营发们 难道 皇太子一惊 那天和西娅走的人 就是教皇 竟然那么年轻 四日 哥哥地给她昨天冒死得到情报 建国祭典贵族出席名单 斯尔维亚 伊登 这个名字领起了她的注意 过去社交界的花朵 极美丽 品格和高贵于一身的 伊登公爵家的独女 团言她被毁婚后 苦苦哀求无果 伤心欲绝 至今未陷于人前 哥哥 我要这位小姐的全部信息 另外 通过此次建国祭典 我要让大家都看到 咱们公爵家的彩力 为了让陆商 签自己一个人情 禁锢杀手杀自己 哥哥这天的精神好了很多 三人吃完早餐 来到庭院散步 教皇突然叫出西娅 给你看点好玩的 她的手指 轻轻触及一朵尚未盛开的花来 瞬间那花 便华丽地绽放开来 西娅不禁发出了感叹 神圣地真是了不起 教皇微笑着摘下那朵花 这朵花送给你 别担心 经过我的手的花 不会那么快凋谢 这番情话 让西娅的脸顿时让得通红 就连一旁的哥哥 也忍不住笑嘻嘻地凑过来 观赏这美丽的花 天气盛好 不如咱们一起去游团吧 好啊 教皇复刻道 这俩人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 三人来到湖边 少女们得知 哥哥这个万人迷在此 便纷纷聚集过来 然而 旁观者开始窃窃私欲 议论着费森泰尔阿公爵 与神官的不寻常赌合 西娅不知不觉 笑着挽住了教皇 对哥哥调皮地说 从这些人中 给我挑个嫂子吧 我们先去玩了 别丢下我了 哥哥丹尬道 毕多荡漾的魂面上 教皇问西娅 最近一次游船是什么时候 西娅忽然想起了 和皇太子共对的时光 但她忍住了那些 虎词的回忆 只是低下降 我记不太亲了 但应该是在三岁之前 自从三岁进了皇城 就再也没有出 教皇突然调皮地 将水花见到西娅的脸上 呵呵地笑着 她温柔地说 这一刻 我要你记住 这就是美好的回忆 不要忘记 到了岸边 西娅一个不留神 差点溜进水里 教皇及时揽住了她 天哪 她的胸膛很温暖 这暧昧的气氛 二人还没来得及回味 突然间喊杀声震天 一群杀手出现了 远处 一些平民也在北方中呼救 在皇城的骑士们及时赶到 与教皇和哥哥运间作战 急吹地杀手 可谁都不知道 这群杀手 竟然是西娅自己安排的 公爵 谢谢您救了我的女儿 西娅成功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 赢得了帝国富商的支持 巩固了自己家族的势力 会有权谋的西娅有点在意 教皇会怎么想自己 所以她选择了隐瞒 只将其告知自己的哥哥 寂静的深夜 西娅坚持要求哥哥陪她练习剑术 西娅明白 在危险的世界里 她不能总依赖哥哥和阿莎的保护 必须学会自立 练习中 哥哥虽然先早才有轻伤 但还是轻松地击落了西娅 哥哥表示 现在的阿普拉多可以打败自己 曾经的孩子 如今经过战场的磨练 已经成长为一个战士 并有了一个新的绰号 写的恶魔 西娅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她 这孩子最近还好吗 在宫廷的阴暗角落 皇太子的眼神中 正闪烁着对阿普拉多的深深敌意 她愤怒地质问 她为何未经允许 便擅自成功 阿普拉多平静地回应 是父王派她来学习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皇太子 皇太子站起身来 冷漠地扫视着阿普拉多 她的语气中充满了轻蔑与调劲 她质疑阿普拉多的野心 是否仅凭一句父王的话 就想取代她的位置 在这一刻 皇太子似乎将周围的一切 都视为乌贵 命令侍从清扫殿堂 阿普拉多此事无法再压抑内心分 她表明 即使她对皇太子之位有所觊觎 皇太子又能如何 她强调 自己已经不再受制于 家族中的其他成员 自从西娅走后 就已经没有了任何顾忌 皇太子侵略地称呼 阿普拉多为数子 并威胁说 一旦自己登基 将会是阿普拉多的死期 然而 阿普拉多毫不畏惧 她坚定地表示自己 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容易被欺负 因出身低微而自卑的孩子了 自己在实力上 不会输给皇太子 正当两人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时 一个侍从划断了他们 殿下 妮威亚圣女不见了 皇太子冲入妮威亚的寝殿 眼前的一幕让她愤怒难当 阿沙正俯身亲吻妮威亚的狱子 皇太子的声音夹杂着愤怒 想着整个房间 难道那么难吗 还敢在这样的见明镜皇宫 你究竟是疯了 还是胆大包天 妮威亚脸上的神情是复杂而又无奈的 只从嘴里吐出了三个字 对不起 在这座冷漠的皇宫中 她显得格外孤独 阿沙轻声说 她是唯一看见妮威亚内心美丽的人 但还没说完 就被皇太子打断了 来人 把这个无理之徒赶出皇宫 皇太子的声音如雷霆般响起 妮威亚的身体软弱地倒在地上 她的唯一味解也被夺走 与此同时 西亚正与教皇下棋 侍女带来了关于阿沙的最新消息 原来 这段时间 阿沙一直在诱惑妮威亚 并成功赢得了她的心 西亚冷静地吩咐侍女 让阿沙先待命 并将在妮威亚那里探听到了消息上报 秋雨缠绵 刑场上马尔亚子爵 因杀害贵族小姐而被处于警刑 西亚和她的哥哥 在人群中静静地观看 正是他们揭发了马尔亚 但这不仅仅是因为 与家族水稻扩张工程上的冲突 还有另外的 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就处决马尔 是谁给你们的胆 皇太子在另一边怒吼 殊不知 这是皇帝决定 他感到自己的权力 正一点点地被剥夺 与此同时 宫廷内外流言飞语四起 有人说 马尔亚子爵原本是皇帝的人 此次被处刑 意味着他失去了皇帝的避命 还有人说 自从二皇子从战场归来后 便有种种意义 继承人的位置是否将有变 我亲眼看到 费森泰尔公爵家的人 和神官在一起走动 难道费森泰尔公爵已经站到了神殿一方 听说费森泰尔公爵家的矿山 即将输出宝石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他们家将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首富 这一切 都是西亚为了报复鬼魂的代价 而进行的一系列操作 教皇微笑着说 原本我以为是我在利用 现在看来 反倒是我被你利用 皇太子既然下令焚烧神圣的神殿 他的冲动举动 让西亚和教皇不得不暂时分开 剩下明天都要回神殿了吧 此刻 西亚和教皇正在共享荡餐 如果下午没事 和我下棋吧 教皇轻笑着英语 你还真知足 连续玩了五天都不逆 255胜256吧 我还没赢吗 不许故意输给我 我要堂堂正正的决胜负 这个女人 胜负欲还真强 鸡蛋很好吃 给你来一个 不不 我对鸡蛋 挑食是对身体不好的 还吃到 这样吗 哈哈 好吧 一边的哥哥偷偷地看着他俩 相处得蛮好的吗 深夜 西亚独自一人 听着叶峰的细语 却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鲜血 他惊恐地掀开窗帘 发现教皇站在窗外 啊 抱歉 说我走错屋子了吗 吓到你了吧 剩下你受伤了吗 我听说 神官是不会杀生的 所以 谢谢你为我担心 是别人的血 沾染到我的桃子上 神殿着火了 有点小混乱 听说我明天回去 有人趁着今晚的时间 顾一放 没受伤就好 西亚的忧虑 随着教皇的安慰而消灾 那么我们见国杰再见了 在那之前都不见了吗 嗯 是 西亚欲言又止 好了 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先走了 教皇哗啦一声 消失在月子中 第二天 当教皇离开时 西亚并没有出面送你 他拒绝了哥哥提议 和教皇共进早餐的建议 显得有些忙碌与烦恼 听哥哥说 西亚不出来了 教皇留下了一个微笑 却也意识到了 西亚的不同寻常 就在这时 侍女送来了 西亚亲手为教皇准备的礼物 一件袍子 好 那下次见 西亚在楼上默默地注视着 教皇的车马 幻化离去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 是不舍 还是 这时 侍女报告 有关伊登公学家 独语的最新消息 打听到了 女排的父亲 与她曾经的订婚者联手 雇佣了暗杀者 启度出到她 只是为了保全家族的名声 西亚得到消息后 告诉哥哥 自己要去救她 斯尔维亚 印象中那个清秀 而神秘那点的女孩 似乎能轻易洞察人心 然而 在被毁婚后 伤心欲绝 选择了身居简术的生活方式 直到最近 才开始重新踏出家门 你是同情她吗 哥哥问道 西亚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自己可以 恢复她之前的名声 而且 两人在联手的话 更能巩固自己的位置 与此同时 西亚救助平民的一些善行 引起了社会上一些 贵族小姐的讨论 西亚宫女真了不起 相反的 我们领地的小姐在干什么 他们嗤之以鼻的 正是斯尔维亚 认为 她不过是一个 被订婚者抛弃的女子 说不知 斯尔维亚听见了他们的意义 我们在聊什么舌根 西亚突然出现合住二人 贴到了角落里的斯尔维亚 终于找到她了 她没时间和那两个女人纠缠 只轻轻地在他们耳边 说了一句话 就去追斯尔维亚 那两个长舌妇 差点晕跑 她 她就是西亚公民 当西亚追上斯尔维亚 她正在被四个流氓围 女孩 吓得惊慌失措 小妞 反正要死了 不如让我们玩玩 好 那就一起死吧 女孩猛地 把胸前的胸针拔起 正在这时 西亚呼唤的女侍卫 及时出现 可倒一搏斗子 快起来吧 必赏凉 西亚温柔地伸出人手 女孩轻声询问西亚是谁 还没来得及回答 杀手之又破了上来 最后被侍女 谢谢你救了我 日后一定报答 回去 我就告诉父亲 不要回家 西亚拉住她的胳膊 你知道暗杀者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人 这些人比进 应该很熟悉 女孩不敢相信 是父亲 是父亲要杀死自己 为什么 他跌坐在地上痛苦不已 谢谢你告诉我 你有能去的地方吗 还没有 那么和我在一起怎么样 早晨 斯尔维亚在西亚家 松懒的床上醒来 她的西亚充满了凯击 但同时也感到迷茫和无度 对于斯尔维亚来说 这一切就像是梦一样 但她知道 面对未来 她必须做出讯 就在这时 一位八块腹肌的男子 意外出现在她面前 两人同时尖叫了几 现在是揭露真相的时候了 把这封信 送到西亚公寓那里 好的叫黄大人 会议是所有人都在等着您 去对付那些死心眼的老头子 哥哥金的飞 跑到西亚跟前 是的 我把斯尔维亚带回来 她将暂时与我们同住 早餐 哥哥尴尬地询问 斯尔维亚饭菜是否可口 毕竟她还不知道 如何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相处 女孩害羞地看见兄妹俩 表明自己会报恩 西亚鼓励她多吃些 三人在愉快的氛围中共享早餐 斯尔维亚觉得 久违的食物额外美 午后 西亚邀请斯尔维亚进厨房 共同制作面包送给贫困村民 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人 不是非常有意义吗 斯尔维亚担心自己做不好 但在最后西亚的鼓励下 做得非常开心 他们将面包分发给村民 看着感谢他们的孩子 露出纯真的笑容 斯尔维亚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接着西亚带她购物 为她挑选了许多衣服并告诉她 其实她很美 充实的一天 在马车上看着落日的余晖 西亚轻声询问斯尔维亚的心情 没有精神的时候 当身体先动起来 是个好办法 她明白斯尔维亚被鬼混的空间 女孩质疑西亚 为什么这么帮自己 是否想利用自己 西亚坦承她希望 与她连手报复的方式 同时也希望看到斯尔维亚 重获光芒 女孩说自己不像西亚什么都懂 甚至怎么活下去还不知道 西亚告诉她 生命中不仅有爱情 和那些不值得留恋的女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 那就去学 为自己创造生存的礼 斯尔维亚眼中 终于闪出出希望的光芒 嗯 那就从让自己长胖开始 宫女 教皇大人来信了 我想你了 你呢 自从上次你没有来送我 我就知道 你还觉得我不够坦诚 现在我向你道歉 希望还不晚 西亚的心暖暖的 她问是女长 我之前说 要把客人和我下棋的棋盘扔掉 你没扔吧 这边 教皇一宣布 要公开先教皇的遗失 立刻遭到了长老们的勤力 小男孩自卑自己头发的颜色 和别人的不一样 粉色头发的女孩 却温柔地握住 淋发男孩的手 那是对什么的意思 圣夏还没和西亚宫女结婚 西亚宫女也不知道真相 皇帝连平民街的人都杀 现在公开遗书 后果不堪设想 教皇表示 篡改挪用神域的是皇室 皇室之前一直压迫神殿 所以该是时候赌上一届 逃离皇室控制的时候 西亚和自己 都是真心希望帝国和平的 是从床出来 啊 圣夏 遗书不见了 此刻 田教皇的遗书 正被皇太子攥着 看着火烧神殿的意外收 他大惊失色 听着隐形的尼维雅吼道 这遗书从未提到过你的名字 到底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正在照顾生命的弟弟 一群人闯入我家 把我带到教皇面前 尼维雅流着泪缓缓开脱 他们称弟弟的怪病 只有靠神力才能治好 但要我必须帮他们做一件事 皇太子怒不可遏 原来自己被神殿的计谋爽了 他把杯子捏得粉色 手上鲜血不止 皇太子让他解释 为什么拥有粉色头发 尼维雅说 奶奶从很远的外族来的 自己的头发 可能遗传了外族的血统 外族血统 怎么能冒充神与圣女 皇太子捏着他的粉色头发 我此刻只想立刻杀了你 先杀了你弟弟 尼维雅跪地求饶 不要 殿下 我什么都听你的 请放过我弟弟 皇太子在怒火与同情间摇摆 最终命令尼维雅回家 并随时待命 这时 侍从慌张地闯入 殿下快过去瞧瞧吧 皇后娘娘 好像过不去今晚了 深夜 西亚准备救济 却被突如其来的敲闻声吵醒 这次李 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先教皇的遗书失踪了 西亚质疑尼维雅是新圣女的神域早就公开 为什么还有人会偷遗书 教皇表示 最近她和西亚家族所近 被众人看到的不少 有人质疑 神域也并不稀奇 我要告诉你 遗书的内容 故事要从我们小时候 不好了 二人的谈话被侍女打断 皇后驾崩了 皇后的葬礼草草了事 为表国丧 规定一个月内 禁止所有行事的宴会和聚会 贵族们被要求穿戴丧服 至少半个月 严禁发笑 按照皇家礼仪 皇后的遗体 应当安葬于皇城之中 但皇帝坚称皇后言言 希望人体不遗藏步 成为皇后后 他未曾有机会探望故土 如今却以这种方式反而 西亚望着眼前的棺果 不禁泪流满面 教皇询问他与皇后 是否有特殊关系 西亚回答称 皇后路通他的导师 教会他许多人生道理 教皇对皇后之死感到困惑 皇后虽长期体落 但从未请过神官来看见 西亚突然想起 那张皇后亲密的纸条 夹在他的书页之间 上面写着 自己并没有病 他又回忆起 某次从皇太子那里回来时 偶遇皇后 皇后曾提及 与皇太子保持距离的原因 表明皇宫之内 大多是为了权势和野心而来 皇后透露 虽然他与皇帝为夫妻 但理念不合 就在他将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手中的杯 紧急着他被晕倒 从那以后 皇后的状况日渐恶化 直至不再见 西亚的回忆被教皇图断 他握住他的手 关心地询问他 在写着 我在想 皇后可能不是单纯的病人 但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 正在这时 皇太子看到了牵手的二人 他的表情凝重 教皇则拉的西亚 走在神殿的庭院 教皇建议西亚稍坐休息 昨天还有话没可能说 对哦 那时候 说他俩小时候曾见过面 就在这时 皇太子突然出现 强行拉扯西亚 教皇命令他放手 可皇太子发疯似的 好道 剩下你随意摆弄宫女的人生 该放手的应该是你 西亚 我告诉你 理解我们关系的是她 是她更改了神域 你在说什么了 快放开我 西亚挣扎着 我不放 圣女一直是你没有病 她为了得到你 撒谎了 你没和西亚一起葬你吗 刺尔维亚散步 保育了正在闭目养生的西亚 家里不能没人 对只有西亚 他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邀请他一起语练 哥哥询问 斯尔维亚和西亚相处的如何 在这里住的是否习惯 斯尔维亚表示 自己住得很习 他觉得 西亚就像水一样 水不能被割断 也不能被拦 自己羡慕西亚坚韧且无力 是吗 在别人的眼中 看起来或许是这样 可在我的眼中 只看到她的柔弱 哥哥眼中 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缓缓开口 她总是隐藏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 哪怕哭出来也好 这边的西亚的心正背脊的粉碎 她无法相信 教皇骗了 面对西亚的质问 教皇的眼神闪躲 不发一眼 西亚转身躺拍 皇太子则对着教皇讨笑 你怎么不分辨 你这个伪君子 装作为了帝国 为了西亚 还不是利用了别人的善意 恶心真肮脏 这就是你的本性 她与其坚定地 向教皇表明立场 现在西亚可能有点困满 但我一定会赢得这一切 因为从一开始 就没有你的位置 教皇的面色名重 试图反驳 但皇太子不让步 西亚从小 就是已成为皇太子妃而努力 她怎能抛弃一切据密码 未来我将是帝国的皇帝 而她将是皇皇 你只不过是 即将倾倒的神殿中的 最后一任教皇 教皇公然拿百姓开玩笑 神殿的公信力 也会岌岌可危 我等着神殿崩塌的那一天 再见 皇太子扶袖而去 缓过神的教皇追上西亚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情 对不起 让我解释 西亚的回答冷烈坚决 不用了 你我本来就是契约关系不是吗 西亚的握着拳头暗次发抖 互利互惠 除此之外没有别拿 信任 真心更不曾有过 所以也没必要道歉不是吗 哥哥 我不配当公学家的女儿 西亚因为在哥哥的怀里 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眸 我曾经发誓再有个东西 但现在 我感到如此心碰 刚刚 教皇一直挽留她 想给她解释 他们之间有这么多美国 她觉得教皇带许多机会 都没有坦诚相待 她已经不想地听下去 或许 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 教皇问她 是否要回到皇太子身边 西亚说 要是没有你的阴谋 我早就是太子妃 教皇的眼神震惊万分 而西亚却决然离局 深夜里 教皇开始回忆起 和西亚小时候的相遇 那个生下来 就拥有神圣力量的银发小男孩 被抛弃在神殿门口 从此被教皇收养 然而 神殿中还有许多类似命运的孩子 他们嫉妒艾斯利艾尔格外的神圣力量 和教皇对她的格外宠爱 经常欺负她 一天 教皇带着一群人来到皇宫 艾斯利艾尔也在其中 他们被吩咐在公园等 其他孩子 就趁机将她带到树下欧打 正在此时 一个女孩子 喝住了那群诗暴人 艾斯利艾尔 对她深深吸引 她知道 只有一个人有粉色的 那就是圣女 其实 在圣女一岁时 她曾有幸见过她 而如今 她已经误别了 小西亚驱赶了那些 欺负艾斯利艾尔的孩子 并询问她 为何总是用斗横 遮住自己 艾斯利艾尔说 是因为她的女孩 西亚温柔地告诉她 头发的颜色是天赋之小 鼓励她不要自卑 她拉起她的手 笑容灿烂 咬起她一起喝下午茶 小男孩一时间待住了 如果她不是皇宫的圣子 那我成为教皇 就能娶到她吗 她试探地问道 西亚是否有抛弃责任的想法 毕竟她是小小年纪 就离开家人 在皇宫中学习各种事物 只为成为太子妃儿 西亚表示 当然有过辛苦和害怕的时候 但她不是那种缺乏责任感的人 艾斯利艾尔问 如果有其他途径 不成为皇太子妃 而只是作为帝国的圣女活着呢 我现在觉得挺好的 西亚的脸上 泛起一丝红韵 西亚 我听说你在这 所以特意过来看她 殿下 西亚欢快地跑向她 看着这样的西亚 艾斯利艾尔明白了 是为了这个男人 皇太子 为了能触摸到你 这是艾斯利艾尔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对生命赋予的意义 吃着晚饭的艾斯利艾尔 脑子里全是西亚 皇太子的出现 让她没再看自己一眼 她什么时候 也会对我那样想 喂 你小子怎么了 旁边的孩子 好奇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表情 艾斯利艾尔 抓着自己的头发 告诉自己 不要再想 就在这时 侍从报告 皇帝陛下 让教皇带着今天入宫的孩子 立刻去见他 教皇隐隐感到不安 皇帝陛下的权威无法动 还是快点过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见到教皇一行的皇帝 急言立色地开始训斥 让太子妃抛弃责任的 那个家伙是谁 他立刻心事死罪 斥责教皇 是不是有意要夺走圣灵 教皇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有这种事情发生 队伍中 艾斯利艾尔紧张地开始流汗 自己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笼子 要站出来吗 见没有人出来自首 皇帝命令 把西亚和皇太子都叫来 当堂询问 皇太子表示 确实看到西亚和神殿的孩子一起 但是离得远 并没有记住对方的成像 西亚的敏锐的判断 是白天那两个侍女多嘴 西亚问皇帝陛下 如果找到了那个人 要怎么处置她 皇帝当场表示 要把她的嘴撕碎 好可怕 艾斯利艾尔没有勇气站出来 善良的西亚转头看看艾斯利艾尔 然后正次说道 自己和神殿的孩子聊天是事实 但是并没有说过 让她放弃皇太子被责任 罪魁祸首 是那两个编造皇帝的侍女 艾斯利艾尔震惊了 这个女孩竟然为自己撒落 皇帝虽然有一点疑问 但最后西亚立正 还是那两个侍女主角 并决定给西亚换侍女的期间 要她暂时不要出宫 最近的休假 就到没发生吧 西亚的脸上露出失弱的神情 皇太子想求情 可皇帝立刻制止了她 这美女说话的很 艾斯利艾尔刚想张宝 西亚立刻表示 自己会从命 走出大殿 皇太子让西亚放心 一定尽快选好新世 西亚笑得灿烂 说没关系 明年休假 再好好享受吧 艾斯利艾尔 决定要和西亚亲自道歉 自己的懦弱 让她失去了 本来不多的自己 终于 她在深夜的庭院里 找到了西亚 她正在默默擦眼泪 自从男孩发现 女孩坚强外表下的 柔情脆弱 她决定要站在权力的 巅峰保护她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她努力学习 帮助他人 甚至累得有委屈 最终 她成为了教皇 直到她找到了另外一个 拥有着粉红色头发的女孩 她这才开始了她的计划 可她还没亲自和她坦白 事情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另一边 西亚躺在床上 已经三天不吃不喝 她的朋友斯尔维亚 心急如同 却又不知如何安慰她 关上房门 斯尔维亚遇到了西亚的哥哥 斯尔维亚问 是否需要再拿些食物给西亚 哥哥感激她的关心 表示自己会去安慰妹妹 她悄悄地走到床边 轻声对西亚说 西亚 我知道一切 我恨不得摧毁教皇 不要责怪自己 你的心无法完全控制 无论你是太子妃 还是神域圣母 你永远是公爵家的女儿 不要再自责了 想哭就哭出来吧 从今以后 只做你想做的事 西亚终于坐了起来 只见她微微张口 不知道在呢喃着什么 第二天早餐时 西亚依然未信身 哥哥和斯尔维亚 不由得感到失落 哥哥照顾斯尔维亚 心吃早饭 突然听到了 那熟悉的清脆有力的声音 帮我也准备一份 西亚振作起来了 哥哥立刻吩咐厨房 准备西亚喜欢的食物 并表示为她准备了 一份特别的礼物 公女大人 好久不见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以后我会在您身边保护你 是阿莎 西亚心情明显愉悦 有她在身边 她感到了安心 因为尼维亚的假圣女身份 已被揭穿 阿莎不再需要监视尼维亚 她被哥哥召唤到这里来 吃完早餐后 西亚决定去散步 阿莎陪伴在她身边 他们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坪 天气宜人 西亚的心情也渐渐好转 我有话要说 突然 那个令人想念的声音传来 那个味道是 爱斯利艾尔 西亚的推测没错 是皇帝杀了皇后 可是为什么呢 正当阿斯利艾尔 要对西亚说些什么的时候 阿莎突然出现 挡在了西亚面前 西亚吩咐阿莎先上马车 自己则转身 对教皇先开口 我们一开始 就是以各自的目的 结成的利益联盟 我也利用了 在被皇太子毁婚后 我其实并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 我不能放弃的是 这一路尚未皇太子 和帝国所做的努力 我曾傻傻地认为 没有我 帝国会走向 不可控制的方向 那么 教皇接道 请在我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尽情利用我吧 我会在你身边 帮助你采取皇室 事情结束后 我保证从你的世界中退出 神殿的人知道 我要和你结婚的事情 消失可以吗 西亚问道 教皇回答 嗯 只要审判了皇室 让老百姓知道皇室的恶行 神殿将再次获得人民的幸运 那时神殿 就不再需要圣女来加强凝聚力了 我们的约定到此为止 以后 你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 西亚内心有点失落 但仍然回答 好吧 我明白 你的想法 建国节快到了 到那个时候再见吧 好 叫皇印吧 离建国节还有半个月 西亚决定搬等皇室 首先要查清皇后的死因 第二天 西亚和阿沙乔装打扮 来到了一个一地的店铺 表面上 这是卖武器的店铺 实际上 却是一个贩卖各种毒药的店铺 西亚假装与店主谈着 并能够了一袋子黄金 店主要的合作涌水 表示这么大的单子 需要马上去工厂安排一下 所以暂时离开了店铺 趁此机会 西亚仔细搜查店里的角落 终于 她找到了一本账簿 里面清晰地记录了购买毒药的人名 一个既熟悉又可怕的名字 映入她的眼帘 唐 帕弗尔 这不是帕沃罗塞的假名吗 她购买的是 慢性毒药 这个家伙 是皇帝身边的辅佐官 果然是皇帝杀了皇后 正当此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得进来 竟正是卡罗塞 西亚惊愕地看着她 一时间动弹不得 陛下 西亚宫女追查到了 我们购买慢性毒药的来源 什么 皇帝圣怒之下 捏碎了手中的杯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与此同时 教皇派去保护西亚的侍从也回来了 他报告说 西亚去了武器商团 并且告诉教皇 他发现一个不寻常的客人 与西亚见了面 那个人没有买任何武器 而是在西亚离开店铺后 第一时间去了皇宫 皇宫 难道说 教皇若有所思 回到家的西亚 百思不得其解 皇帝已经拥有绝对的权 为什么还要谋杀皇后 如果这样的事在发生 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 他决心 要阻止悲剧的再一次发生 他已经从店铺里 偷回了购买牛药的名册 有了一点证据 这时 侍女进来 递给西亚一封来自皇宫的血 是尼维亚 她将之前炫耀的戒指送了过来 还说 有关于神殿的重要事情 要告诉西亚 西亚询问阿沙 最后一次见到尼维亚的情形 阿沙说 直接的皇太子不让尼维亚 再出门银乱步 西亚立刻叫仆人准备买车 决定亲自娶皇宫一趟 帕欧洛塞从皇帝拿出来 迎面碰上了皇太子 皇太子一货 为何自己的一大子就道歉自己 皇帝听说了 皇太子将尼维亚送回伯爵家的事 皇太子解释道 既然他不是真圣灵 留在皇宫也没什么 皇帝冷冷地说 尼维亚将因为谋害西亚跟你的罪名 很快就会被扑死 这样子没问题 皇太子惊论地问 为什么要杀西亚 皇帝冷笑道 曾经为了早一步得到圣灵 为了赢得神殿的支持 他付出了多少能力 所以 现在西亚是否是真圣灵都无所谓 只要找到一个神圣灵的名字 说他是圣灵的特性 皇权的威严不容许神殿插手 所以 西亚也好 尼维亚也好 他全都要杀了 狗狗 侍从闯了进来 来皇宫的路 西亚果然上当 我不会让你出事 在龙烈的火焰中 教皇紧紧抱着西亚 他是怎么付出信 事情要从头说起 西亚告诉哥哥 自己要去皇宫一趟 但在路上 马车先是被石头绊倒 后又遭挡了一人袭击 这一切 其实西亚早有预料 皇帝果然要杀他 他决定将计就计 把自己当作诱饵 将帕沃洛塞活捉 西亚和哥哥 已经提前安排好 现在危急时刻 哥哥带领一众急事赞道 与阿沙一起刻意停过了 帕沃洛塞一行 然而 出乎西亚意料的是 帕沃洛塞嘴角 又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哼 随后 向西亚丢不去什么东西 接连的爆炸 将众人笼罩走 皇之中 哥哥和阿沙 呼喊着西亚的名字 却看不到他的身影 突然 一束蓝白色的光芒 降临到湖海之中 西亚睁开眼睛 是阿斯利埃尔 而这时 皇太子也敢 可 他还是晚了一步 我打听到皇帝的人 可能对你不利 教皇的脸上 布满够大的汗珠 尽管他拥有 强大的神圣力 但面对如此猛烈的 他的背影 还是受伤的 他让西亚紧紧抱住他 即使盆空而起 带他脱离火海 之后 两人都失去意识 晕倒在地上 直到西亚猛地睁开眼睛 哥哥松口气 他终于苏醒了过来 可西亚的心 却全在教皇身上 他迫不及待地 问哥哥阿斯利埃尔的情况 哥哥告诉他 教皇还在昏迷 烧伤严重 西亚不顾自己的身体 赶到教皇的床边 他回想起 与教皇相处的日子 那次 他问他 为何选择自己严重 他曾透露 小时候见过他 因为他才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他没有欺骗他 只是还没来得及解释 自己真的误会他 他是真心的 西亚气球上天 让教皇快点苏醒 终于 教皇睁开了眼睛 看着泪流满面的西亚 尽力起身搂住了他 二人紧紧拥吻在一起 高高在上的大教皇 不顾自身安危 被熊熊烈火灼伤 只为救出从童年起 便惺惺惺惺的那个人 但患难中 显露真情的两人 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一起 误会终于解除 然而 他刚苏醒就跑出了房间 还消失了一整夜 让家人们捏了一把 到了第二天的早餐时间 哥哥 塞尔维亚和阿莎 终于找到了西亚 他们虎视眈眈的望着教皇 心中质疑 就是这个人把西亚拐跑了 教皇尴尬的咳了一声 邀请哥哥等人 一起吃早餐 西亚在一旁打圆场 称自己已经没事 哥哥询问 西亚昨晚睡得如何 教皇表示 神殿的人把西亚照顾得很好 但哥哥却撇着嘴回对 我并没有问 教皇大笑着 西亚则看向塞尔维亚和阿莎 他们的神情 同样对教皇充满意 不要妄想救了人 我就会原谅你 是你最前的所作所为 才让西亚处于如此危险的境 哥哥 西亚忍不住发声 这里是神殿 这话是亵渎神灵啊 教皇笑着说 没关系 表示自己会找机会 和小公爵在前世 这时 师公跑进来 报告哥哥 皇宫那边 此时 皇太子垂着锅子 鬼恨自己 又一次没能守护西亚 他在想 如果自己成了皇帝 西亚是否才会回到他身边 他决定不再忍耐 起身向大殿跑去 陛下 皇太子呼唤着 回开大殿的门 只见一个金黄色头发的 高贵夫人也在 这是 西亚的妈妈 费森泰尔公爵夫人 夫人回头转向皇太子 表示好久不见 而玉座上的皇帝 表情却有一丝怯明 夫人表示 为了建国节 提前来到首都 可皇帝 却质问他 为什么还带着 邻国的骑士兵团 夫人表示 听说帝国的军队 连他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自己自然要亲自上阵 皇帝表示 西亚被袭的事情 还在调查 夫人此直言 确定是皇帝所 至于他为何能调动 邻国的兵力 因为他是瓦伦西亚国的皇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